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郭文贵 郭文贵 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系列的视频 就是他的倒计时 我就是说呢 如果说川普他赦免他的话 那郭文贵就得救了 如果川普不赦免的话 那郭文贵就进入倒计时了 那现在很显然川普并没有赦免他 那郭文贵他怎么说的呢 郭文贵他自己说呀 他在视频里面他还说呢 他说 他们要给我一个赦免 我不要 为什么我要一个赦免呢 我又没有犯罪 那你郭文贵没有犯罪吗 郭文贵有没有犯罪你自己不知道吗 班农是怎么回事啊 班农干了什么 给他招来了那个牢狱之灾 你又和班农两个人干了什么 和班农招来牢狱之灾 所干的那事有什么区别 郭文贵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他表面上还跟那儿蹦蹦跳跳的 说什么 啊 战友们 你们今天健身了吗 哎呀这个咖啡真好喝呀之类之类的 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是怕的要命 现在怎么办 长期以来抱着班农的大腿 现在也不抱了 班农现在是自由之身了耶 班农已经自由了 他被大射了 他自由了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班农出现在郭文贵的身边 郭文贵把他甩了 郭文贵不会再要班农了 郭文贵是一个墙头草 他是见风使舵的 风往哪一边 他的舵就转向哪一边的 现在风已经不在川普这一边了 也就不在共和党这一边了 不在班农这一边了 他为什么还要抱着班农啊 当然他不抱着班农了 他当然要把班农甩掉了 所以现在班农即便是已经是特赦了 自由了 但是仍然没有回到郭文贵的身边 那郭文贵嘴里也说的 说哎呀他们要给我一个大射 我不要 这个他们是谁啊 会是班农吗 肯定不是班农 有可能会是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 我刚才做了一个视频 他早在半年以前 他就在卖特赦 两百万一个 郭文贵估计 他就是要通过朱利安尼 来办这个特赦 他说是别人给他 他不要 别人给他 他不可能不要 他为什么没有拿到 有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他没有认识到 他对这个特赦的依赖 他没有认识到 他的罪行的严重性 他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视 而朱利安尼 要那两百万 对于他来说 现在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字 他不愿意割肉 不愿意拿出来这两百万 所以他拿不到这特赦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是他也有可能从班奴的身上 他看到了 他的这事迟早就是个雷 迟早要被抓的 要被判的 那他还是要一个特赦 比较保险一些 花两百万就花两百万嘛 好 他愿意花两百万 你花两百万 你不一定拿得到啊 因为他这个特赦 和其他的不一样 川普这次 他特赦了是70个人 减刑73个人 特赦的这些人 都是已经被判了罪的 没有一个是提前赦免的 他这个特赦呀 是分两种 一种是设事 一种是设人 设事啊 也就是设罪了 设事就是 我就是设你这个罪 设人就是 英文叫preemptive 好像是空投支票一样 这个支票我是一个空的 我不跟你写数 我就开给你 你随便往上写 或者是他是包罗万象的 就是我今天特赦你 你之前所有的行为 都不会受到控告 就好像之前川普 要特赦他的家里人 和他自己一样 就是一个欲特赦 没有被调查 没有被指控 那我特赦之后 就不会再被调查和被指控 光贵呢就是这种 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川普有可能会觉得说 我特赦你郭文贵 有啥用啊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没准他会觉得说 我留着你郭文贵 我就看看你 拜登 你后面如何处理他 想留着郭文贵 让郭文贵成为 拜登和中国政府之间的 一个难题 一个烫手的山芋 所以川普没有特赦他 现在他没有特赦 他肯定是怕得不得了 他知道他这事 他是个事 骗了人家那么多钱 那些蚂蚁们还跟着他要呢 郭海东 叶昭影还跟着他要呢 前两天我还听到 他提叶昭影的名字 叶昭影一定还追着他 很多蚂蚁 那钱得来不易啊 挣点钱容易吗 攒点钱容易吗 就交给郭文贵了 郭文贵有一天他还说 说战友们 如果谁想退出的话 可以随时退出 你就是办个手续 就退钱给你 但是他话锋一转 他又说啥 他说这个钱呢 你就是不要指望 很快到了你的手里面 因为政府还指不定批不批呢 政府怎么可能不批 就你那公司 你骗这钱 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如果政府不批的话 这些手续这么繁琐 你可能三天两天 你拿不到这钱 你要拿到这钱 短了有可能是几个礼拜 有可能是几个月 也有可能是几年 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那你这个退钱 和不退有什么区别啊 他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蚂蚁 已经是从挺锅 变成了砸锅了 通过各种的手段 来举报他 起诉他 是否要收回来的钱 有的甚至于 就跟他反目成仇了 不把你爷郭文贵送到监狱里去 他们也事无法休 所以郭文贵 现在其实是非常害怕的 连班奴都坐牢了 都要被判刑了 如果不是特赦的话 这班奴肯定会被判刑 肯定进监狱的 班奴的这回特赦 也不能让班奴就彻底安心 因为后面还有郭文贵的这件事呢 郭文贵的这件事他们俩也是这根绳上的两个蚂蚱 郭文贵一单出事 班奴出事 或者班奴一单出事 郭文贵出事 因为这事是同一个事 那些蚂蚁或者说前蚂蚁 你别看他们就是蚂蚁 蚂蚁也可以搬家的 中国有一句话叫千里之堤 毁于溢穴 你别看那蚂蚁 那蚂蚁打洞 也可以把你的千里的江堤 都给你溃败了的 都给你毁于一旦 它的力量也很大的 现在郭文贵就见风使舵 他这个舵就试图要转到拜登这边 首先他现在也不吹嘘川普以及川普团队了 现在他开始吹嘘拜登 他就是唱不齿 我就不知道 这个郭文贵吧 特别适合在美国 因为美国他们有很多人 他就是变脸就跟翻书一样 他昨天还是那么说 他今天这么说 他一点都不觉得羞愧 一点都不觉得打脸 郭文贵就是 那1月6号之后 有的人可能就开始为川普担心了 表现出来一些惊慌 那郭文贵说什么 郭文贵说慌什么 到20号了吗 还没到20号呢 20号还指不定谁上任呢 结果20号到了 拜登上任了 结果他有说什么 我说什么来着 我不是说了吗 拜登必赢的 你看怎么样现在 你知道吗 这郭文贵 特别搞笑 就是他在视频里面 他隔着一个屏幕 他昨天那么说 今天这么说 也没有人质问他 我不知道他面对面 他这种谎言 他这种自我打脸 他怎么解释啊 还有呢 我为什么说 他现在转风使舵 转到了拜登这边 他说什么呀 他还跟那个蚂蚁 忽悠那蚂蚁 他说呀 他现在 他这个GTV呀 郭媒体呀 现在又搞了 好多什么G系列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来着 反正一个系列 说现在都升职了 说是 说你没退的那些 你就超着了 你退的你就吃大亏了 现在我们升职了 现在 谁都看好我们这个郭媒体呀 谁都指我们郭媒体呀 这是一个成功的媒体呀 他说什么那天 说加州的官员找他 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大忙 他说什么 人家说你能不能把贺锦丽 在你郭媒体上面的负面的信息 给他拿下来删除了 他说没问题 他就说咱们很重要 他说现在 你看加州的官员都找我贺锦丽 这副总统 现在都得求咱们 我都不知道他郭媒体上面 有贺锦丽什么负面的东西 我知道他那上面 以前搞了好多拜登的儿子 亨特的那些东西 那些污秽的东西 不过后来他自己都删了 早就删了那个 现在他又往拜登和贺锦丽这边靠了 你不能一下子靠向拜登 他干的那个 把亨特的那些东西 放在他郭媒体里面的那个 可能一下子转向另外的一边的话 不好转啊 现在他就往贺锦丽这边贴 但是无论他怎么贴 他这个诈骗 在美国本土的诈骗 他这个集资的事 和班奴建墙集资的事 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模式 你班奴建墙的那个人家 那些人一开始说实在的 都是真的是支持建墙 在班奴没有参与之前 人家搞得挺好的 后来让班奴是进来一参与 设计了一些猫腻 结果把所有人都玩进去了 那郭文贵这个 本来他就是用心不良 本来他就是要骗人家那些蚂蚁 再加上班奴搞这种歪门邪道 他这个问题比建墙的那个诈骗案 问题更大 所以他这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什么时候炸 就看美国政府了 就看拜登政府了 光贵我估计他现在天天都睡不着觉 指不定哪一天警方就来抓他了 那警方来找他调查 这他应该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FBI肯定经常来找他 这他就习以为常了 他每一天都很担心 哪一次来敲门 就是带着逮捕令来的 他就害怕这个 他现在跟班奴就保持距离 以免形成一个目标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